美国总统拜登再度表示 如果中共努力犯台 美国会出兵访位 英国女王国葬仪式今晚登场 全球两百个国家领导人 或者王室成员参加 南马都台风登陆日本九州 带来破纪录雨量并且引发灾情 新闻全球化带您看世界 我是黄明明 昨天发生在台东池上的强烈地震 惊动全台湾 今天许多地方都在处理灾情 而因为目前正是花莲的金针花季 在地震发生当下 赤柯山等地有大约六百名赏花游客 受困在山上过夜 直到今天道路抢通 才陆续接驳下山 树木被震到连根拔起 大小落石阻碍双向交通 更有数百公斤重的巨石 直接将路面砸出一个大洞 沿路还可以看到 有车子直接被落石砸烂 花莲六十十三的状况 比外界原先预料的还要严重 早上六点半开始 清除作业马不停蹄 公路总局漏夜动员重型机具 缤纷二路到赤柯山 六十十山摊放处抢修 由于余震不断 所以让受困游客先下塌在山上民宿 十九号一早继续抢修 终于完成轻塌工作 恢复通车 也将六百名游客顺利接驳下山 从照片可以看到 赤柯山陆基缺口 黄土落石从山壁落下 大面积覆盖道路 还无法预测抢通时间 而现在正值金针花季 不少业者无奈 提前宣告花季结束 农民只能提前采收 再运到山下烘干 李光斌表示 上到赤柯山的替代道路 车道小 无法会车 且路况较差 比主要连外道路要多花一倍的时间 通行上山 若不熟还可能迷路 民数业者一陆续请游客退房 不希望游客冒险上山 记者综合报导 这次地震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场景之一 就是断成了好几节的高辽大桥 其实呢 这条桥 今年三月间就因为地震损坏 封桥施工 没有想到才完工三个多月 就断得比先前还要更严重 行政长苏贞昌今天前往当地视察 要求在最短时间之内复原 这里是高辽大桥底下的沙石厂 我们可以看到 在高辽大桥青岛之后呢 原本有一二层楼高的高度 直接变成只有 一楼高 甚至我走近了 还可以摸到他的桥底 桥面上回损压到小山猫 甚至把这一台沙石车的车头压烂压回 四台工程车完全被压在桥底下 场面是相当的惊悚 位在花莲玉里镇横跨秀国栏西的高辽大桥 在六级强阵剧烈摇晃下 桥顿断裂倒塌 桥面更是断成好几节 行政院长苏贞昌与县府人员 还特地前来视察 其实早在今年三二三大地震 因栏杆急引到护栏损坏 六月六号到十七号 封路施工 没想到施工完三个多月 就因为九一八强震断桥 土木结构技师现场勘验发现高辽大桥 竞工至今已三十年 在九二一大地震前 因此耐震系数并没有特别的要求 而且桥梁是单柱体 也没有特别强化 再加上位在欧雅板块 菲律宾海板块交界 这次遇到六级强阵倒塌的方式 不过这次地震造成玉璃镇的建筑物 桥梁道路铁路等公共设施毁损 花莲地检署指派专任检察官 搜证调查将进一步 立心责任 记者 杭立委 新正林 SNG小组 花莲报道 周末连续两次强烈地震 造成了全台湾各地 多达一百四十八间学校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毁损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花莲玉里的春日国小 二楼走廊直接被震垮 满地都是水泥块 而其他学校的教室 也都是一片狼藉 连通两侧教室建物的二楼空桥廊道 被震塌在地 梁柱钢筋外露水泥块四散 结构技师到校检测 初步确认除了廊道建筑倒塌受损 其他教室安全无余 但强政还是让教室座椅 走廊盆栽等倒了一地 除了花莲玉里春日国小 受创最严重 台东池上的大坡国小教室天花板的青钢架 也被震掉灯管碎裂 音乐教室乐器东倒西歪 连门都打不开 校内这座溜滑梯因地处菲律宾海板块 与欧亚大陆板块交界 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位移 十八号强政后 当地解说员也到场查看 地上近两公尺长的裂痕 一公分左右的高低差 高雄中文国中的学务处及自然教室 外面地板也被震坏 全用封锁线围起来 等着建筑师来做结构鉴定 据统计全台受地震损害校舍 合计一百四十八校 校数最多的是高雄有四十五间 其次是花莲三十七间跟台东二十一间 出股损失金额最高则是台东九百三十九万余元 高雄及花莲则都在五百五十万余元 损失出股总额两千两百六十七万 多数以校舍建筑内外部获天花板损坏为主 跟着校长走进教室 墙柱上大面积裂缝 最深能塞进半支笔 嘉宇重疗国小两栋超过二十五年的校舍 尽管过去补强过结构 还做了耐震阻尼器 依旧不敌强症 短入墙柱都震出裂痕 所幸强症发生在周末 尽管多校出现毁损 但没造成失神受伤 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南马都台风 今天横扫日本九州 不但刷新雨量记录 也在各地引发灾情 至少有三十几万户 在风雨中停电 新干线跟空中航班 也大受影响 南马都台风在登陆日本之后 一路横扫九州各地 台风中心位置也在十九号下午 由九州北边的福岗 进入西日本 也就是本周最西边的山口线 预计二十号下午进入北海道 东边的太平洋海域 南马都夹带长凤豪雨 在部分地区刷新了雨量记录 例如九州宫崎县的虾野高原 累计雨量已经超过六百零五毫米 因此气象厅虽然在台湾 时间十九号上午十二点 解除了宫崎县的大雨特别警报 但仍旧提醒有豪雨的地方 民众必须注意河川水位 以及是否有土石流的状况 随时准备到安全的地方避难 岸田首相冤定十九号出发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目前也决定延到二十号出发 除了以九州为主的数十万民众 已经接到政府的避难指示 南马都台风也让路空交通大受影响 日本两大航空公司日航与全日空 合计至少七百七十个航班取消 而日本最大的铁路公司JR 新干线在九州的部分 以及福岡到广岛这一段 十九号全线停驶 至于广岛到大阪 和大阪到明谷屋 先后从下午两点到四点左右 一般次的顺序逐次停驶 公司新闻许将免疫 乌克兰军队最近夺回不少 位在东部的据点 并且宣称在这些地方 发现了俄军对民众 行求虐待的证据 联合国秘书长也希望 国际刑事法院对一九母乱藏钢事件 展开调查 今年六十七岁 手上还打着石膏的轻达医 遭恶军逮捕并关押十二天获释之后 他跟负责犯罪调查的检察官 前往一九母一个警察局 也就是他当时被关 并遭虐待的地方 牢房里又脏又小而且阴暗 每天都有不同的人进出 只能跟人轮流躺下 或撑着身子半睡半醒 米卡利申科也是受虐者之一 只因兄弟是乌克兰军人就被捕 在酷皮扬斯科被关了一星期 想起那段经历就落泪 乌克兰军队近期重新夺回乌东城市 库皮扬斯科一九母巴拉克列亚 在俄军占领期间任意拘留 或行求的情势也随之曝光 其中一九母还被发现一处乱葬缸 当局还曾提到几乎所有死者 都有暴力致死的痕迹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 希望国际刑事法院能对此展开调查 由于乌克兰近期在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反攻有相当进展 并向乌俄边界迈进 总统泽伦斯基十八号誓言乘胜追击 在俄罗斯靠近乌克兰边界的贝尔格莱德地区情势也紧张起来 包括听到炮击传出有人员伤亡 当地民众已经担心战火快要烧到自家门口 认为俄军应该保卫国家 却不见踪影 也对总统普提开始产生质疑 公式新闻黄玉玲编译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国葬仪式 在台湾时间今天晚上六点展开 我们现在就透过最新的直播画面 带您来看看目前现场的情况 这场非常盛大的国葬仪式地点是在伦敦的西敏寺 而女王的灵鹫已经在稍早的时候 由开放民众瞻仰的国会大厦西敏厅移到了这里 现场估计有来自国内外宾客将近两千人 这也是从将近六十年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国葬以来 从未有过的规模 在现场您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人 这里出席的有王室成员 除了女王的儿孙辈 还有威廉王子的两个孩子 包括九岁的乔治跟七岁的夏绿蒂 他们应该是临时加入 目的是为了彰显英国王室的传承 您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遗节是非常的繁复 那所有的服饰其实都有特别的规定 现在就是按照这个程序来进行的是步道 而整场庄严的仪式预计是大约在七点钟会结束 到时候全国将会静默两分钟 之后女王灵鹫就会离开西敏寺 随着送葬队伍缓慢穿过首都街道 而伦敦地标大笨中会每隔一分钟都冥想一次 大约在晚间八点钟抵达威廉顿拱门 然后再前往温莎城堡 等待所有的仪式结束 女王将会跟她去年先走一步的丈夫 菲律普亲王一起长年 而这一场备受全球瞩目的盛大葬礼 英国政府并没有透露花费 国际媒体计算大约是新台币两亿元 其中大部分是用在维安 为了参加英国女王的国葬仪式 来自全球两百个国家的领导人 或者王室成员齐聚在伦敦 但是少数国家并没有受邀 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先前也发声 能不能进入国会西敏厅 瞻仰灵鹫的风波 伦敦机场通往市中心西敏市的道路 国葬举行前一天 有来自世界各地国家元首的车队 呼啸而过 美国总统拜登与第一夫人吉尔 十八号在西敏厅向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灵鹫致敬之后 前往英国外交部名下的兰凯斯特福 在官方调研册上签名留言 向英国王室表达深切的哀悼 英女王在为七十年接待过十三位美国总统 拜登是史上第一位出席英国国葬的美国元首 这场葬礼也是国际社会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外交活动 全球两百个国家与地区的国家领袖皇室成员政要获邀参加 少数未受邀出席的国家像是叙利亚委内瑞拉阿富汗 是因为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俄罗斯白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原因未获邀 北韩以及尼加拉瓜有邀请韩 但只有大使受邀而非国家元首 代表中国出席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十八号在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的陪同下 也前往隶属于国会大厦一部分的西敏厅致哀 他身穿黑色中山装戴着印有中国国旗的口罩 先前有消息指下议院议长霍伊尔爵士和几位议员 一心将人权议题为由反对中国代表团进入西敏厅 沙烏地亚拉伯王储莫罕默德沙尔曼 也因为二零一八年下令暗杀华盛顿邮报记者哈绍吉一事 引来人权团体的批评 沙国官方最后的回应是王储有接获邀请 但将由杜吉亲王代表参加 国王查尔斯三是十八号傍晚在白金韩宫最大的宴会厅 为这群远道而来调宴的贵宾举行欢迎会 犹豫人数实在庞大 英国当局安排了巴士接送 像是搭乘豪华投诊舱抵达伦敦的日皇德仁夫妇 届时就将和其他贵宾一同搭乘 结果巴士前往西米寺 公事新闻王傅文编译 焦点转回国内 在台东发生大地震之后 许多人非常担心 接下来是否还有更强烈的地震 而有学者点名嘉南地区 可能是下一个发生大地震的地方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今天也表示 嘉南地区的确是观测重点 家里面的吊灯不断的摇晃 外头的电线杆也不断的晃动 从17号开始 全台发生有感地震不断 台南仁德地区也有余温 受到地震影响 饲养的虱目鱼从池里面跳出来死亡 造成损失 状况就是九点多的时候 池水就开始摇晃 鱼 池中的鱼就惊吓到 然后就往路上这样跳 跳大概两三百岁起来 差不多三万块以上 这次地震在华东地区 各造成重大的灾害 更有学者提出预警 嘉南地区可能是下一个 发生大地震的地区 应该投入更多的地震研究资源 台中南投这个地方 已经发生过大地震 学者认为受到印地的影响 断层在发生地震之后 会对湘年或附近的断层产生影响 发生一连串的地震 加上台湾的人口集中在西半部 一旦发生地震 灾害一定比东部严重 而对于未知断层的研究 学术界一直有在努力 学者也坦言地震不是马上发生 也很难预测精准 相关研究也难以获得政府的重视 以地震发生频繁的台湾来说 相关资源的投入仍然是有需要的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也表示 目前重点观测区域 的确是迦南地区 记者文正恒他的报道 桃园八德运动中心五楼的雨球场 天花板整片掉落 惊悚画面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桃园市长郑文灿 立刻向市民道歉 球场天花板瞬间砸下青钢架 掉满地台东池上十八号 发生瑞士规模六点八地震 桃园八德国民运动中心五楼 雨球馆天花板倒塌 不少民众受到惊吓 还砸伤一名民众 陆续有余震嘛 然后最后一次余震相当的大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 依稀也感觉到那个天花板 摇晃特别明显 第一个倒下来的是我们的地方 没想到刚刚刚盖好 就这样子的话 还是个新的地方 实在是很意外了 没想到的 市政府要好好检讨一下 球场发生状况 议会质询更是炮声隆隆 议员批皮雨球馆 加装灯光避免炫光工程 刚刚完成 体育局才刚在网路po文 启用不到24小时 一个三级地震而已 可以崩塌成这样 简直是豆腐渣工程 新竹球场的翻版 门口贴了张紧急公告 桃圆市八德国民运动中心 五楼雨球馆暂停开放 外界江泽任归属 指向桃园市政府同时 国民党团直指有人 在洗风向江泽任推给 刚得标营运的救国团 批评市府谢责 针对于球场天花板倒塌商人 郑文灿向市民道歉 也表示新工处和专业技师 会进行会刊 做结构鉴定 了解为何地震摇晃会造成掉落 尽速完成修复 昨天地震发生之后 蔡英文总统特别前往 应变中心坐镇 而原定安排要跟花东地方首长 连线开会 不料却发生了致辞完就结束的争议 918台东规模6.8潜层地震 撼动全台 蔡总统晚间坐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原定要跟灾区首长连线 结果却是此晚就结束会议 让在第一线等待连线的花莲 县长徐真卫 台东县长饶庆龄感到错愕与不满 隔天蔡英文随即致歉 工作人员忙碌 沟通不足 以至于连线作业是有一些舒适 没有能够与两位县长 以及救灾的团队 有沟通的机会 对此呢 我要向两位县长 以及在花莲 跟台东的救灾团队 表示歉意 在应变中心 没有把所有跟地方连线 画面抓上来 所以总统和我都不知道 还有地方连线 这次作业上的舒适 很抱歉 应该要改进 行政院长苏贞昌 十九号赶到花莲视察灾情 也当场表达歉意 针对蔡英文苏贞昌致歉 饶庆宁简短回应 谢谢总统关心 徐政卫则期盼 中央全力支持地方的复原工程 只是苏贞昌视察花冬 多次变更或临时新增行程 一度让地方官员扑空 国民党立委傅昆奇批评 向躲迷藏 新政院解释 基于未落伤患病户 和考量勘灾 由北而南 才临时调整 造成不便 请多多包涵 记者温家凯 陈伯玉 赵远纯 台北花莲报道 猎豹这种美丽的动物 已经在印度 绝肌七十年 当局最近从非洲国家 引进了八只猎豹 希望能够在当地 顺利繁殖 不过有动保专家批评 非洲猎豹 并非印度本土动物 他们也很担心 会发生盗猎事件 周六过七十二岁生日的莫迪 收到很不一样的生日礼物 他来到中部库诺国家公园 亲自摇开铁龙大门 迎接非洲猎豹来到新家 当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好奇地迈开步伐 在公园内东桥桥 希望望时 莫迪也拿起长镜头相机 拍下猎豹的英姿 神情显得相当愉悦 印度原有的亚洲猎豹 早在七十年前已经决机 这次政府和动保组织商议 经过长达十三年的酝酿 把只从纳米比亚引进的非洲猎豹 终于顺利完成八千公里的旅程 落脚印度 适应良好的话 他们将可以在这片五千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地 和草原上自由奔跑 印度下个月将再从南非引进十二只猎豹 预计最终将猎豹数量提升到四十只左右 莫迪表示 目前还需要给这些新朋友 一些时间来适应 希望未来他们能顺利繁衍 促进印度的生物多样性 进而带动生态旅游的蓬勃发展 公事新闻的汇民编译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